沙拉越今早传来一起枪击命案 公正党美里国会议员张有庆的特别助理 比尔卡永在交通灯前遭不明枪手暗杀 枪手近距离向比尔卡永开枪 导致他警部中弹当场送命 美里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杀人动机 并呼吁各界不要对案情多做揣测 这起枪杀案今天早上八点半 发生在沙州美里 是那厅靠近杜当伊曼一站市购物中心的交通灯前 死者是美里国会议员张有庆的特别助理比尔卡永 他曾在上个月的沙州选举 代表公正党出征伯格努州选区 沙州警方相信比尔卡永是在等待交通灯时 遭到骑着摩托车的枪手近距离连开几枪 并命于应有公正党党会的白色驱动车司机座位上 脸部和景象都有枪伤 景象是致命伤 司机坐的右车窗有明显的弹孔 而且左边的后座乘客车窗也有枪孔 车窗玻璃留下了裂痕 沙州刑事调查组主任德夫古马指出 案发的交通路口在事发时交通繁忙 因此呼吁可能目击这起枪杀案的证人 协助警方调查案件 经常为达雅族争取土地 民生权益和福利 至于他为何会遭人买凶暗杀 梅里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杀人动机 呼吁各界不要多做揣测 NP7 综合报道